然后呢 我要说一点 这三个 这三个东西 互相之间 然后那个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三个东西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直接启动 启动了一个dev server 这个呢 是build的 这个test无所谓 pest不能管 就是很多时候 有些东西 如果你改动了以后 他需要你build的 重新build的一遍 才能进去 所有webpack里面的东西都需要 但是偶尔的 比如像app.js里边呢 他有的能动态加载 有的未必能 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我看看 这个地方console.log 我们这123 我们现在开着那个网页的 我们看一下 这出的来了 你发现一个问题 他出不来 他出不来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他出不来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build的 他这个东西存在于什么空间 这个东西存在于整个的 这个 你的那个 就是这个东西存在于整个的 这个 你的webpack空间 也就是说 他现在没有build的 你要想build的他呢 来讲呢 你就把它停下来 然后呢 你每次打这么多东西 你先把它build一边 你build完了 你再 再塞了他 这是123就出来了 所以未来 每次 你要去做那什么 以前 就是你发现 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东西出不来的时候 你就重新去 整个跑一遍 这个build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这里边的话 来讲 如果没有build的话 他的dev server 启动的时候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来讲 你要重新build他一下 因为他每次拿的 都是从那个build的 那个文件夹底下 拿东西的 理解 OK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 这是 胜利再忘了 很快我们就会把底下 这些东西都讲完了 出了两个 这个 这个就完事了 OK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说一点 html 我们现在这个html 写的 这还是静态的 我们来看一眼 我们现在在这儿 其实来讲 是他build完了以后 哪个东西是他build的 build的底下产生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build出来的 他其实就是产生 一个bundle 叫js 然后里面有一大堆 反正他看不懂 他给你考过来的文件 这是build产生的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是在这儿写的时候 是硬写进去的 看见了吗 你这样硬写进去以后 本身就会有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 事实上 dev server为了尽量避免 你整个的这个内容 他的那个内容是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 因为现在文件 他只能拿bundle这个部分 所以就是说 他其实是基于这个文件的 而不是基于你这改动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在一个地方改动 你不build的一下 他是进不去的 那么其实问题就在于 我们静态的写了一个html 和这么一个bundle点js 而dev server事实上 是把所有的东西 放到内存里边的 他自己维护了一套东西 那么我们如果 把这个东西改掉的话 事实上来讲 在不build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动态的获得 已经正在运行的js 就刚刚改完的js的结果 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那么我们就要再做一点工作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安装一个叫html webpack plugin的东西 它又是一个plugin 我们今天已经搞了好几个plugin了 是吧 大家想想哪几个plugin 这个stylelint里边有一个plugin 对吧 然后这个eslint里边有一个plugin 然后现在又到这个htmlwebpack 有个plugin 这个plugin是用于 把一个html文件 然后自动的往里加这个js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 把它断掉 断掉以后呢 我们先来安装 cnpm ihtml webpack plugin -d 好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要去配 第二步呢 要去配这个webpack config.js 它 那在配置它的时候呢 这儿我们当时引了一个stylelint plug-in 对吧 我们是会在这儿再引一次 再引一个html 这儿呢写成constant html webpack webpack plugin 等于require 然后是html 键号 键号 webpack plugin 这个地方我再说一遍 这个地方拿进来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require拿进来的都是函数 这就相当于 而且手字母大写 一看是够到函数 是够到函数就能干嘛 就能new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它也是放在这个plugin的底下 所以它这儿应该有一个逗号 然后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html 下面这个地方 不是 应该是 这个地方缩进错了 是怎么缩进出来了 对 是怎么缩进出来 这个地方是newhtml webpack 然后这个地方 括号 结束 怎么又写份号 我都受不了自己了 大括号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temp 这个上面是 拿大块 花块 弄起来 这是一个对象 template pass 然后呢 然后呢 哪个地方 也就是它要改谁啊 它其实这个说的是要改改动谁 是der name 下边的 其实是index.html 但是index现在在 呃 在哪个位置 index现在就在跟它平齐的位置吧 杠index.html 对吗 好 这个把它加进去 就是说它现在要来控制它 那么来控制它以后 就是你至少告诉它在哪 这个加完加plugins 然后呢 呃 这个还没 没完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要改谁啊 你要把这个里边的这行注视掉 也就这行不再需要了 这行最后由谁来加呢 由刚才我们所说的html webpack plugin 它自动往里加 它自动把这东西给加进去 那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眼 终于build一下 前几个关掉哈 我现在把123改成456 看了吗 现在就变了 它变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加了那个plugin以后 它所有的东西全都打通了 它其实下去的时候重新的 重新的去load了一遍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dev server内存里面 因为你刚才是写死的 所以它就去只能去build的那个文件夹里去掉 它现在全部是动态的 所以就 所以它又使得hot的这种reload 是变成可能叫hot reload 或者叫热刷新啊什么的都可以 所以下面你再改任何的东西 都可以直接反映出来 比如这加个7 这加个7 我可以看一眼 你看吧 4567直接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dev server做完了以后 因为你原来 其实这东西就是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简单 就是你原先自己刷 也没觉得什么事 没觉得很不OK 突然有一天这个代码都帮你做完了 然后你再自己刷 这就让你觉得痛不欲生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是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整个做完这个东西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 我们整个webpack的东西 我们还差一步 也就是现在我们还差一步 我们已经把整个实质性的东西 全都说完了 webpack的东西 也就是webpack 因为webpack其实是个工具 我这么说 对于工具像webpack也好 git也好 能用即可 你大概了解它是什么样子 因为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而且有些东西你背下来也没有 你这个 像你这个里边 你每一个点都能记下来 我觉得这也用处不大 你不如就一般我就是 maintain这么一个 拿着这么一个东西 用的时候每次在上面修修改改 就可以用 当然react有小手架 这个 那个什么也没有问题 那么在这呢 底下我们唯一有一个不太 这个满意的 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大 它很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拆开 而事实上在应用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应用的是 就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 一个是webpack dev server 就是star的状态 就是起一个浏览 那个浏览器的状态 第二个是build的状态 第三个的是test的状态 也就是说 底下的这些东西 事实上它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会用到 它有些东西在某些地方 其实不会那么多的用到 那么我们事实上应该把它分开 能理解吗 有些东西在某些地方都会用到 我们事实上是费地板 我们事实上的主要是有些东西 感谢观看